一早九點 張善政就開始沿路掃街協票 他在桃園市長選戰一路領先 最後奪下超過五十萬票 順利翻轉桃園 我要在這邊非常大聲的 跟我們所有的朋友說 我們贏了 我們光榮的 把桃園贏回來了 對不對 桃園原本籃棋飄揚 二零一四年被鄭文燦翻成綠地 二零一八年 鄭文燦以五成三的支持率 超過十四萬票的差距 順利連任 二零二零總統大選 蔡英文在桃園拿下超過七十萬票 贏了韓國瑜近十九萬票 這回情勢卻大翻盤 張善政大嫂五十五萬七千五百七十二票 得票率五十二點零二趴 狂勝鄭運鵬十二點八萬多票 桃園十三區除了觀音區小書一千八百五十二票 其他十二區都領先 連鄭運鵬的本命區龜山都大贏五千多票 盧竹也小贏六百多票 民進黨魁不成軍 自身媒體人分析 主因就是林志堅涉及論文抄襲事件 蔡英文是非常難看 他跑最多地方就是桃園 桃園輸得最難看 林志堅論文爆抄襲 蔡英文就要挺抄襲 結果整個就崩盤 崩這麼厲害 為什麼大家要挺善良 因為有示威嘛 正前換將 綠營這一仗打得辛苦 最後兵敗國門之都 我們虛心接受桃園市民朋友的選擇 我對桃園有最深厚的感情 也希望大家 不要因為這一次的選舉 對我們的民主懷疑 來拿下桃園收復八年失土 綠營六都只拿了兩都 反映民眾心中對執政黨的怒吼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 政治議題 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 中市的日子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鐵刀